以照顾心智障碍与自闭症为主的花莲黎明教养院 受到疫情的冲击 捐款量是纵减了四分之三 那么知名的床店公司17号的一早就特地捐赠了床店 保洁店以及床包 要让教养院节省太旧换新的开销 也更希望抛砖引玉 呼吁社会捐款协助渡过难关 目前有118位院生的花莲黎明教养院 提供日间照顾夜间住宿等服务 受到疫情冲击捐款骤减四分之三 院方坦言日子苦撑 连院生睡觉的床垫老旧都无法替换 知名床垫公司床的世界得知消息 秉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企业责任 对于黎明教养院的困境 相当乐意给予协助抛砖引玉 其实床垫一般的消费者 或者是一般的中心 他们其实在保养上 其实可能就是用床包 那我跟他说 那既然是小朋友或是老人家 那你一定要需要 因为现在有一个东西叫防水透气保洁垫 因为他是防水 因为以前的防水的保洁垫是不透气 他有透气 那我就主动跟他说 那保洁垫应该也需要 然后他就需要 所以那当然他就说好 那方不方便就是 他们旧的床垫也在家 所以为什么床垫是25张 保洁垫是80张 好就所有的都存包了 然后刚好另外一个就说 他们刚好说还有50件床包的需求 那因为我们没有在做床包 然后我就说好没关系 我去问厂商 然后我就顺便找另外厂商 然后就顺便帮他订 反正我觉得能够帮就是帮到底 我们自己本身做企业当然也是一样 就是还是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那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是我们床的世界应该 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床的世界主动捐赠床垫25床 保洁垫80件 以及床包50件 灵敏教养院院长邱淑毅 特别感谢除了捐赠床垫 还额外捐赠保洁垫 因为部分院生需要穿着成人纸尿裤 有了保洁垫不仅可以延长床垫使用年线 床铺也能保持干爽舒适 其实这些贵重的物资 对我们的运生有很大的意义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我们大部分的服务对象 返家的频率是暂缓的 就是即使是暂时回家的 所以有这些好的床垫 我相信可以让他们回温回家的温暖 即使在五六月我们的捐款减少了 几乎四分之三 仅剩四分之一的状况下 我们还是坚守工作岗位 陪伴我们的院生 继续度过这段时间 那也希望社会大众再借由这样的机会 一方面可以多来了解我们 二方面也继续支持我们 当然虽然我们是代表黎明教育院 但是其实很多社福的团体 也需要大家热心的关切 朱院长表示 疫情紧接降级 捐款数量有略为增加 但依然不足以填补疫情期间的缺口 期盼社会各界能持续响应捐款或物资捐赠 帮助黎明教育院度过难关 接着长邦彦华联士报导 请订阅を来点赞